新聞最要來看這幾年天氣都變 很多農作物都很怕喝水 但是來自在義大利的萊姆檸檬 是不怕喝水喔 而且加上連皮都會吃 造成加工的農產品 現在是很多農民心情的心酸地 這個農場原本正在 台幼人青城秋林20年的 台幻土六軌 經過得出天災喝水 屬於土六軌一張一張死去 目前台幼村市三分之一 如今改進義大利萊姆檸檬 未來淹水也不怕 最主要是說 種了這個檸檬之後 它可以適合在我們的走水溪流域 巴寶菌的旁邊 常常被淹水的一個農田裡面 可以長得那麼好 然後我們有農家 也有把它製成酒 就農家製裡面的樣子 這樣的酒 雖然酒是不能販賣 可是我們就會招待客人這樣子 那大家能夠吃到最健康 製開金黃色的個性 這是義大利萊姆檸檬 把它炸掉之後再製成薄片 放去冰冰、雅糖 最好放咖啡粉 先為萊姆先吃法 苦苦、甜甜 又覺得脆脆 酸酸的 脆脆的 哇很有味道 超香的 超好吃超好吃 萊姆檸檬也可以製造成 雞翠大的音品 餐厚是用膏肉和生檸檬吃 那是整粒切片下去炸 放一個月之後 可以拿來製作 港式檸檬漆洗 甚至可以自己去雞湯 製作香茅變成萊姆檸檬 雞湯 創新的料理 給民眾俄樂家的待機 德鎮華新聞 綜合報道 谢谢大家